骨髓移植就相当于和我们那个输血是一个概念 只是说我们输血是抽的是外周血 而骨髓我们说外周血是哪来的 一般是来源于骨髓造血细胞 那如果要是说骨髓捐赠者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比较健康的人 然后呢 提供了他的正常的骨髓细胞 通过这些细胞在培养以后输入到患者的体内 用正常这种骨髓细胞取代了这种患者的异常的造血细胞 那么生长出来的正常的血细胞 这样的话就治疗好多患者的疾病 尤其是说恶性血液病里边 恶性血液病像淋巴瘤 还有白血病啊 有一部分骨髓 尤其是液体骨髓细胞这种捐赠啊 治疗啊 是唯一根治性治疗的一种方法 而对于这个捐献者呢 没有什么大的损害 只是说在抽骨髓的时候 可能捐赠者 捐赠的时候 就抽骨髓的时候有一些酸啊 胀啊 疼啊 有这一些感觉 可是不是特别的痛苦 一般人 有问题 不认为 则能治疗你 的过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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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